好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25面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第十八课 供养诸佛院 说是 设我得佛 国中菩萨 成佛神力 供养诸佛 一时知情 不能骗智 无量无数亿 赖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极乐世界的人民 平常经常性的一种造作的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是供养诸佛 第二个是一时知情 在偶艺大师的离方宗论上说 菩萨修学善根是不必等待阴眼 你修习我空法空智慧的这样的智慧 所以你随时随地 只要内心当中沿圣道的真理 就可以修学 但是积极福德资良 必须要等待阴眼 偶艺大师说 他开悟以后 他求一个执事生而不可得 他做一个执事 人家都不让他做 没有机会修福报 所以他晚年恨自己 福伦太保 福伦太保 所以立他的事业不管 所以他勉励后人多多积极福报 因为你福报 你要把握机会 那么当然在所有的因缘当中 供养佛陀的因缘是最殊胜的 因为我们离不开三界 所以我们没有供养佛陀的因缘 那么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一时知情 所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供养这么多的无量无数亿的佛陀呢 这个地方我们很难理解的 说你去了又回来 去了又回来 你根本做不到的 那么在阿弥陀金要解当中 偶艺大师他讲出了一个答案说 他说异圣生有两种 一个是阿罗汉的异圣生跟菩萨的异圣生 阿罗汉的异圣生是一对一的 阿罗汉从这个地方到台北去 他必须这里消失掉然后台北出现 他是一个消失掉出现一个个体 他说这个菩萨的异圣生 极乐世界的异圣生是不离本土长片死法 他是一对多的 极乐世界的那种神族通 可以从一个地方消失掉 同时在一百个地方出现 甚至于在百千万一个地方出现 同时能够在一个地方消失掉 同时在其他地方同时出现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么短的一顿饭的时间 能够供养无量无数亿出佛的异圣 因为他这个异圣生叫做解法自信异圣生 是屠杀的异圣生 能够依为无量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当然这个地方 他有这么大的能够依为无量的神通力 主要的原因是成佛神力 你一朵本宴的价值 不是他因地修什么殊胜的波罗密 不是的 好我们看下一个 共据谁一页 看经文 圣我得佛 佛中菩萨 在诸佛前 献其得本 诸所求欲 供养之据 若不容易者 不群正觉 那么这个广修供养的法门呢 基本上有三个法 第一个人布施的心 第二个所布施的净 第三个要有布施的物品 你说你没有东西你去供养谁呢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当一个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要去供养佛陀的时候 那么那个供养的知迹是怎么出现的呢 就说明这件事情 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 国中的菩萨 假设他现在要去供养诸佛 而且也来到了诸佛面前 那么他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很特殊的功德 叫做献其得本 他能够仰葬弥夺的本业 能够显现一种福德的力量 什么叫献其得本呢 就是 心想事成 如意之在 他想要供养佛陀一个蓝宝石 他就能够现出蓝宝石 他要供养佛陀一个红宝石 就现红宝石 他能够有这种心想事成的力量 也就是说呢 诸所求益 供养自己都能够事事的如意 他心中有任何的希望 有种种各式各样的工具 都能够满足他的愿望呢 而能够出现 这个就是所谓的限期得本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限期得本有两个地方 你看极乐世界在受用衣食的时候是限期得本 我们前面讲到极乐世界人民要 施食得食 事一得一 他自己要受用的部分 可以限期得本 第二个 他要供养佛陀的时候也可以限期得本 当然这个都是一种福德力量 而这种福德是弥陀的加倍 有关这个限期得本 我过去读佛宣的时候 我们上课老法师讲一个禅宗的公案 所以有一个禅师 他作为一个闭关的家庭 这个禅师他闭关的时候 他是打众烈火 一坐这么做四个小时 功力很厉害 定力很强 那么他这次闭关的时候 他是他闭关的时候 他是下来 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住 但是他周五的时候是 走路下来厨房拿饭菜再走上去 平常是不下来 只有吃饭的时候下来 那么突然间有几天 他没有下来吃饭 没有下来吃饭 但是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么就把这件事告诉他师傅 他师傅是一个老餐 他师傅说他几天没下来吃饭 他说他几天没下来吃饭 七天没下来吃饭 他师傅就知道有事情 这个残师老残师 这个大残师一听就知道有事 这个老残师就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 就走到这个他土地的毛棚去跟他敲门 他说你最近修得怎么样 他说师傅我修得不错啊 他说你怎么没有下来吃饭呢 他说我现在不需要下来吃饭 我这个打坐练活练得很好的时候 我那动念都想说 要是有人帮我送饭菜上来就好 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啊 就每一天都拿饭菜给我吃 天人受贡 老奥特老奥特就说 你心中有贼 你心中有妄想啊 我们一般人没有什么福报人打妄想是没关系的 你要有福报人不能随便打妄想 真的 你要一看一个人出家久了以后啊 每天放蒙山啊 又持戒庄严啊 你可不要打妄想 因为你内心当中有一种 献其得本的力量啊 所以这个禅师因为他修行得不错 所以他一打妄想的时候 他就 跟某一个众生感应倒交 帮他送饭菜 他师父说 你心中有贼啊 然后他就把那个妄想消灭掉 第二天他看到那师父 师父他看到又下来提饭菜 他师父说对了 这是正常 所以这个修行还是正常 因为我们今天在说法世界啊 还是不能献其得本啊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极乐世界在 衣食的受用上 在供养佛陀的秩序上是能够 有这种力量啊 献其得本啊 能够 足以自在的啊 我们再看 第3 出示血脱 我们前面讲到极乐世界的一个 极乐世界人民的情况啊 从一暴庄严正暴庄严啊 那么都是偏重在一个离苦得乐的角度 离苦得乐啊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包括了 这个 离开痛苦的因 就是千滩 我们可以供佛啊 培养一种善因 一方面呢 有种种的自在的 安乐 栽培善因善果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出示血脱了 这个出示血脱呢 我们的整个经文的结构 分成出离心 你想念 参替真的 不群任天 我们前面讲到极乐世界的果报题 是身相庄严 没有病痛 而且寿命长延 那么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健康又美 庄严的色身啊 极乐世界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 这个众生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的 好我们看 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 国中的天人 那么他面对一个这么庄严健康的果报题啊 他平常行著作啊 假设身起想念 来贪着自己色身的话呢 不许正确 我们对色身的贪着呢 隐身的因言有两个 第一个想 这个想啊就是 一近起向 失色敏言 首先我们对色身 产生产生一个像状 心中有一个像状 就是 你把这个外在的像状 透过你的想象力啊 变成你心中有一个像状 而对这个像 像状呢 它产生很多很多的妄想 因言 一般来说 我们对色身的妄想有两个 第一个是极印记我 我们这个 我们认为这个当下的色受想形式就是我 或者色身是我 或者感受是我 或者想法是我 你看我们一个人死掉以后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说我要死掉了 我们很少人说 我这一期的武艺要消失的 很少讲讲 都是把这个五印跟我画等号 其实你现在的身心世界 你陷入一个女人的像状 你内心有女人的想法 女人的感受 那是你阿拉也是一部分的种子变现出来 跟你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其中几个 就像那人经说的 一个大海里面一个水泡 变现你这一期的身心世界 那不是你生命的全部 那你生命的一少部分的一眼 结束了而已 那么我们很习惯的把 我跟这一期的身心世界画等号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被 现前的身心世界障碍你广大的 不地道 就像那人经说的 我们欢喜这个水泡 而撕掉了整个大海 因小失大 因为你太执着我今生的身心世界 所以你不能做很大的布施 很大的实戒 很大的禅定智慧 这叫极印记我 第二个离印记我 这是外道的禅定 外道在禅定当中 看到的这个身心世界是生灭的 但是他认为有一个不生灭的我 住在五印当中 当然他提不出这个我 这个我的相貌 所以离印记我也是不能成立 总而言之呢 我们今天产生很多的想象 而这个想象呢 再把他铭记不忘 练练的相续 就变成一个坚固的力量 这个练就是意念不忘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整个十二印眼里面的无名 五外子 我们每一次的果报题产生以后 都对他产生直取 所谓的谁所生所细 你今天变成一个女人的身心世界 你就以他为你的个体 然后你下一生变成男人 又以他为个体 就构成整个十二印眼强大的力量 每一次都有一种十二印眼的力量 那么极乐世界的色身呢 他给你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感受 庄严的色身 但是阿弥陀佛跟你保证 这个色身 绝对不会让你产生执着 因为他是火空法空所变现的 他是法身所变现的一个色身 我们前面讲到他是清晰之身 无疾之体 你绝对不会对他产生执着 这个跟叶豹生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地方 对色身不产生执着是有助于我们修处理心 所有的处理心 最重要就是处理你的色身 因为我们的贪爱 我们对外财金钱有点损失没关系 物质损失也没关系 但是色身的损失是很严重 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极乐世界 是有出离色身的这种力量 我们看第二的声文无数页 看经文 色我得佛 国中身文 有能计量 乃至三千大千至简 众生西成元诀 与百千节西共计较 知其处者不群正诀 好 那么在修处理心 当然主要是有这个 四圣地 古籍二地的知古断吉 那么这个地方呢 前面讲到这个色身能够远离摊潮 这个地方讲到 我们能够亲近这些小秤的三十四 他说了 在我成佛世界当中呢 国中的声文 这个声文呢 是听闻四圣地法而证的四国者 那么智德大师说呢 声文人他在修四圣地的时候 他主要的所关键是观察苦地 我知道色身身心世界是苦的 他从无常而观察苦 所以智德大师认为说 这个声文人对苦地是有很深很深的体验 那么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 其实这个声文也包括了言诀 只是简列而已 那么言诀立根 它的根基比较低 它是思为十二因言而正果 所以他在观察四圣地的时候 主要是观察极地 他直接从烦恼下手 他从十二因言里面观察 无名灭泽 行灭 刺灭 刺灭乃尽生脑病死灭 他不再观察这个色身的火爆 他直接观察内心的烦恼 只要心若灭死 罪易亡 他把无名灭掉以后 整个身心世界消失掉 所以这种人立根人 以极地为所缘件 那么这种过去生修学小圣法 不管是观察苦地 不管是极地 不管是极地的 这种人一般来说都有很强烈的处理性 那么这种人在极地世界有多少呢 有人计量 假设你能够去计算他的数量 怎么计算呢 说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变成了圆绝 诸位要知道 阿罗汉不一定有神通 他要没有禅定的话 他只是正的无声 他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 没有神通 但是圆绝一定有神通 那么圆绝证 他以他的神通力 经过百千节 这么多时间的计算较量 而且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圆绝 都不知道极地世界的生物圆绝有多少 这个看得出的极地世界就是 这种小乘上跟身后的人是相当的多 当然极地世界有很多菩萨 前面一直在提到国中菩萨 国中菩萨 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才知道 极地世界是有神文人 因为他刚开始是修小乘法 后来回小下大 但是因为他小乘上跟身后 所以先正小果 但是他花了菩提心 还是属于大乘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也要亲近菩萨 有时候亲近身文人 因为有些法 大乘法 你注意看菩萨界 有些的法是要供身文人修学的 特别是修处理心这一股的 所以你在极地世界 你不但是能够修学广大的大乘的第一地法门 你也可以跟生物人来修学他们的苦疾二地 自得大师说 生物人是专攻苦地的 你要问苦地 你问生物人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他对苦地的体验可深刻 你要问有关烦恼的问题 你要问严杰称的人 你要问道地 你要问全教菩萨 怎么样修学波罗蜜 这个六波罗蜜要怎么修 会比较儒法 比较快速 全教菩萨 严教的菩萨是直接关涅槃 关灭地 涅槃 生死等空花 一切法本来就是涅槃 本来就无生 不恶法 所以这个四圣地 在整个藏东别人世教各有各的专场 那么这个 其他世界的人民如果说是想要修苦及恶地 你有很多的生物能可以参学 那么这样子是讲到出离心的修学 好我们看第三 随愿文法愿 我们看经文 设我德国 国中苦道 随其志愿 所欲文法 日然得文 若不而这 不惧正缘 好我们再解释 前面是讲到修学 生文法的出离心 这个地方讲大乘的菩提心跟控正界 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 这些菩萨 那么随顺他心中的志向跟业望 来听闻他所欢喜的佛法 而且他这个听闻的过程是自然得文 若不而者不取正确 华英经讲说我们身为一个佛历史应该感念三宝的恩等 三宝的恩等有哪些呢 佛陀有说法之恩 因为佛陀出世我们才知道有佛法 佛呢有开会之恩 打开我们心中的瓜子智慧 生呢有助辞之恩 佛能够一代一代的相续是因为有生保的助辞 假设都没有人出家 佛就没办法流传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佛本身有开会之恩 但极乐世界的人民啊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啊 自然得文 我们解释一下啊 我们听闻佛法有时候是一种无理的作意 比如说你到十方世界供养出佛 那么当然供养佛你就会听闻佛法 当然这个不叫自然的 因为你刻意去的嘛 你刻意到讲堂听阿弥陀佛说法 当然这也不自然 因为你知道阿弥陀佛今天说什么嘛 你故意去参加 这个地方是指的说啊 你没有说很刻意去听法 你在极乐世界的山边淋下金行 或者在八宫的水前面欣赏莲花 但是你在休闻的时候很自然 极乐世界释放出来的光明 他所释放的香气 就会引导你啊 那么趋向于大政的菩提心 趋向于大政的空政界 这个叫做自然得稳 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假造作任应的现象 偶尼大师曾经在弥陀佛要解讲言说 极乐世界是一个五成说法的境界 色身相会出法都在说法 不是说你一定要到极乐世界的讲堂 听阿弥陀佛讲那个法 所以这个愿文作为要把它读出 它的一个关键就是自然得稳这个地方 就是你在休闲的时候你都在进步 这叫自然得 这叫自然得 好我们再看第十段 诵经得慧悦 我们看经文 圣我德佛 佛中菩萨 若受读经法 奉诵词说 而不得骗财智慧者 不惧正觉 我们前面讲到菩萨的听法 是在一种休闲的情况 自然得稳 那么这个地方它不是自然 但是菩萨在做功课的时候 是怎么下帽的 还有它的定课 它不是整天在外面跑供养出火 还得做功课 在我成活的世界当中 国中的菩萨 那么这个菩萨在自己的疗房当中 或者在自己的佛堂当中 干什么呢 受读经法 读诵华经 乐阳经 华阳经 那么这怎么读诵呢 讽诵识说 讽诵就是朗读 把这个屠读读其音声 施其意理 或者是受把它背诵下来 随时随地的来施为它的意理 或者是词 那么受词 哇 把它的一个忠识 金刚经的无助身心 把它的忠识受识在心中 或者说 那么你把这样的一个宗旨啊 为了演说 我们修学应该要无助 而身心的无助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成就了一个智慧 智慧是讲是受用 能够抉择是非啦 抉择我空法空的是非 而且能够它受用 以言文字表达出来变成 也就是说呢 在极乐世界 你受读精华 你很容易成就智慧变成 这个在维士学上说 我们的整个第六意识的 五十一个心所 对修学当中最有帮助的心所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想心所 第二个实践心所 就是你的想象力跟记忆力 你看我们为什么在六道当中佛陀赞叹人道 因为人道它有很好的想象力 丰富的想象力 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在人道完成 你知道狗为什么它听闻佛法没有用耶 因为狗没有想象力 所以一个人没有想象力很难修学佛法 狗也没有想象力 天人 它有想象力 但是它没有记忆力 它记不住 也忘掉了 所以想象力跟记忆力 这两个非常重要 有一个禅师 它有一天去听《华华经》 《华华经》有一段说 《诸法从本来以常识极力面向》 它产生了一个想象 它说这个诸法的本来面目 我们把这个整个宇宙生命 把它一直回归到过去 一直找到颜点的时候 是常识极面向的 就是我们现在是现在 那么我们过去是什么呢 一直找一直找 找到最后的时候 是极面向的 那么我们本来是极面向 那为什么现在会有你有我的出现 是怎么回事呢 它就不明白了 比如说《语华华经》《华华经》 极面向 为什么有你的颜耳鼻舌声力 有我的颜耳鼻舌声力 他问他师父 他师父说 如去我不以颅道 我不跟你讲 那么他这个时候就自己去参残 那么从冬天到春天 就每天这样子 思维想象这句话的道理 后来 他在这个打坐的时候 到了春天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只鸟 飞到他前面的树上 在里边叫 突然就开悟了 开悟以后他就说 诸法从本来 常治极面向 春到百花开 黃音明流上 那个人开悟了 真空妙有 诸法从本来就是因为他极面向 这样才能够一切法因延伸 如果一切法的本性不是必经空 那就不能改变了 所以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是固定的 你来生还是这样子 因为一切法必经空 所以你来生会变化 所以春到百花开 春风一吹百花盛开 那么黄音就出现 那么秋天的风一吹 百花就凋零了 这个是因延伸的 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呢 他就是在这个几个语言文字上 产生想象 想象力 我们是 我们学佛的时候 是先有比量才有限量 先有正确的想象 才有真实的东西出现 其实极乐世界 你修进途中的人 也要有想象力 你要经常把极乐世界做想象 然后产生皈依 你相信它是真实的 你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就 我看修小圣法的人 不一定要想象 我看很多小圣的学者很失败 因为小圣法是失忆尽嘛 他不需要想象嘛 这个摄身是无常的 他一看就知道嘛 昨天跟今天不一样嘛 小圣法的人不一定要想象力 他是失忆尽 大圣佛法一定要有想象力 都是不失忆尽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啊 极乐世界的果报体 他的内心世界啊 你在受毒精华的时候啊 你很容易成就智慧变成 就是他那个明了的心事啊 想象力特别丰富 好 我们看第五段 《慧变无限宴》 看经文 赦我德佛 佛中佛大 智慧变才 若可限量者 不许正觉 那么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大乘佛法的智慧跟变才 这个地方讲到他的数量 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 国中的菩萨 那么他所成就的智慧 智慧我们前面讲过 智受用 这个变才是他受用 那么他的智慧变才呢 假设是可以限量的话呢 不许正觉 也就是智慧跟变才是无穷无尽的 这个 一个人的菩提心呢 要达到无穷无品 不受时空的障碍 他必须有空振剑的加持 就有人问说 我修菩提心 为什么一定要修空振剑 他说你没有空振剑呢 你的菩提心的量不会挂 你没办法做到时空无尽 做不到 你昨天有菩提心 今天就要死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本身 虽然受用这么一个殊胜庄严的五成 但是他内心当中是有空振剑 所以他的智慧变成无限量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极乐世界的人民是有空振剑 所以他是无可限量的智慧剑 大圣火火的波罗蜜亚一本上基本上是无助为本 因为你一定要 内心要掺斗你的身心世界是必经空的 你才能够把你的生命的能量花费到最大 其实无助跟蛇心这两个是相互有关系的 我们看第六的《眼说妙志愿》 看经文 这我德佛佛中菩萨不能眼捉一切智者不去认诀 那么前面是偏重在这个菩提心空振剑这个菩萨的智受用 他在山边临下自然得闻妙法 或者在佛堂当中能够成就无穷无尽的智慧变成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他能够去演说 在我成佛世界当中的国中菩萨 那么他能够演说一切智 假设不如是的话不其证据 这个地方古德引用这个制度论的注解说 一切智其实是生文辟师佛的智慧 那么一切总智是佛陀的智慧 所以生文人能够观一切法的总相 所以他没有一切智 佛陀既足两种 那么这个地方的一切智 其实古德说就是一切总智 一切总智就是一种忠道的智慧 他能够观察虽然法性本来空极 而英国思考不爽 能够观察一切法 既空既假既中的道理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 他后面会说明了 极乐世界的方便 他除了神通以外就是便禅 他前面讲的五种神通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便禅 好我们看最后第七一生补处愿 那么这个宴等于是把极乐世界的整个功德啊 做一个总结了 我们看经文 是我德国 他方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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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尽一致一生补处 除其本愿 自在所化 为众生父 为众生父 替红世凯 积累得本 租托一切 对于租了 那么他整个生命的过程来做一个总结 说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 有他方佛祖的菩萨众 这个菩萨要记住两个条件 第一个花坚固的菩提心 第二个信解大乘的妙礼 那么这个成就菩提心跟空圣见的菩萨 以亲近的信心来授身我国 那么他一旦来到极乐世界 他有两种的情况可以选择 第一个就近必至一身补处 假设这个菩萨 他欢喜待在我极乐世界 他愿意去使用这样一个殊胜庄严的果报题 那么他在极乐世界这一期生命当中 决定可以修到一身补处的等觉菩萨 像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世事菩萨 众生各式各样 有些人他不喜欢环境变来变去 总之他想说我到极乐世界 那么给我这么多无量无边二三集结 那我环境就不改变 我就用这个果报题一直修到等觉菩萨 可以的 他就不舍弃他的寿命 在那个地方山边离下天文佛法 或者是自己独送经典 或者供养他方十方诸佛 或者独发众生 总之他不离开极乐世界的果报题 那么他可以受用到多久呢 可以受用到一身补处菩萨 我们看阿弥陀佛经 这种选择把寿命用完的菩萨非常的多 你看阿弥陀佛经说 众生生者皆是阿弥八字 其中多有一身补处 这极乐世界的人都是阿弥八字 不退转 这个是刚刚老生 那么老生呢 其中多有一身补处 其数甚多 废师算数所能自知 但可以无量无边阿神其所 极乐世界 显摘在极乐世界 终其一生的菩萨非常的多 第二个 有些人大悲心特别重 他到极乐世界啊 他不会待太久 他没有把寿命用完就放弃 也是可以 说是除其本宴 那么他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就有他的规划 他到极乐世界时是暂时的 暂时参学的心情 他没有把他当长久住的这种规划 那没关系 那么他有这样的愿望呢 他呢 自在所化 他已经具足了教化众生的这种自在力 众生的 教化众生就包括他有辩才 神通智慧 那么他为了众生故呢 披红四铠 也就是说呢 他能够依止四红四燕的铠甲 入于生死的魔金当中啊 这生死啊 是一个很大的战道因缘 但是他没关系 以菩萨有愿望做铠甲 那么他离开极乐世界以后 他做两件事啊 第一个积累得本 第二个度托一切 这个积累得本啊 后面会讲到 供养诸佛 度托一切时 广洁善养 度托众生 那么他离开极乐世界以后呢 由诸佛国 修菩萨赫 开始到十方诸佛国土去 到处游血 因为他已经成就无神法人 他可能到药师佛的地方参学 或者到多宝佛的地方参学 总而言之 他离开极乐世界以后呢 他就能够做两件广大的菩萨道 第一个供养十方诸佛土来 那么他能够去 积极广大的福德治疗 当然这个地方 从意理上的判断 也应该是要去 听闻佛法 积极福德 就是亲近十方诸佛 第二个年 他来到了众生世界啊 开化横杀无量众生 使力无上身的之道 回住娑婆以后啊 他就做众生的 做他的母亲 做他的父亲 做他的朋友 广设方便 开方便门 是真实相 以你合身得度就现合身 那总而言之使令 对方产生的一种 那么真实的道 那么这个离开极乐世界 曾经去过极乐世界 又回来的菩萨 他在供养诸佛 在度化众生啊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 这一下以两句话 来加以解释 说是超出常文诸地之行 现前修行 普全之德 以这两句话来形容 曾经去过极乐世界的菩萨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不管是上求活道 供养诸佛 或者下化众生广设方便 他都超越了整个三弦十地的方便 不管他的神通变财智慧 都超越三弦十地 那么他呢 都能够遵循普贤之德 所有的菩萨恨当中 最为殊胜的就是普贤之德 你看华严谨讲说 十方诸佛有长子 其名好业普贤尊 十方诸佛的菩萨都是子啊 但是最大的儿子就是普贤菩萨 因为他时空无尽 这个规封周密禅师 对这个普贤之德呢 加以解释说 体性周遍也普 随言成德也显 说这个菩萨 他能够安住在我公宝宝的智慧 以无助为本 所以他体性周遍 他内心是平等 那么他虽然是平等呢 他有很多的方便力 随顺众生的因言 因离合生得度 而现种种的神通变采 所以随言成德叫仙 这个菩萨是赞誕他的根本质啊 显是赞誕他的货得之 假设不如此的话呢 不举正确 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啊 很少看到说 这个人到极乐世界 回来以后是怎么相貌 很少看到 但是从这个厌文可以看得出来 说这个人啊 除其本厌 还有广大的悲心 离开了极乐世界 那么只要这个菩萨 去过一次极乐世界 他以后的相貌就是 超出常文诸地之心 现前修行 这个一般的菩萨很难超越 我们一般的菩萨 虽然能够礼敬诸佛 能够称赞如来 能够广修共养 但是深深地受到时空的障碍 你昨天可以做 今天不一定能够做 你在义德式 你可以做得很好 你离开义德式 你到这个西门丁去 你就不一定能够宝宝拜得很好 因为空间就有影响 这个菩萨 他离开极乐世界以后 他是空间无障碍 众生借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恼尽 我时礼拜 无有穷尽 我到哪一个地方去 都不能障碍我礼拜 恋恋相信无有间断 生意一夜 无有彼夜 他的时间也没有休息 在所有的休息波罗蜜当中 普贤制的是最难达到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有法治的关系 维系的法治 这个地方是很难很难超越 所以讲超越实地 但是你亲近度过阿弥陀佛以后 阿弥陀佛有方便力 被成就你 不宣誓得 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 等于是 诸位应该对极乐世界的 整个异正庄严 来自于它产生的作用 和一个概念 有很多同学都问我说 我这四十八音的结构 是怎么出来的 我花了一个一夜的时间 去思考 后来我又有一天 在拜佛的时候 我想到 这是一个佛的境界 只有释迦摩尼佛 所以我就根据释迦摩尼佛的思考 我就根据阿弥陀庆的结构 阿弥陀庆在介绍极乐世界的时候 或许位之道先讲义报庄严 广成彼土 义正妙国 义己信 他兼介绍义报庄严 义正庄严 启发我们的心情 然后再讲到极乐世界的 圣道功德 产生我们的愿望 特欠终身 因就往生以花 以不退转 来启发我们的愿望 最后再讲到慈民 把所有的功德 退归到不好 所以你看我们的结构也是一样 先讲佛土庄严 然后讲正报的庄严 圣道的功德 最后再讲到十年 其实你看这个整个四十八音的结构 你就可以跟阿弥陀庆的结构 做一个串言 好 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如何依止 不更二道院来修观 请师父再开始一遍 极乐世界的正报身心 当然它是不到二道去的 我看阴光大师 有很多的地方 都是以不到二道去 这个一个力量 来引导我们 离开痛苦 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离苦的因缘 而到极乐世界 也可 因为苦对我们感受的刺激很大 你可以观想说 你的内心当中 已经造了很多第一的业 已经有这个业 这个业已经不是消 已经被把我消灭掉了 这是一个继承的事实 就是你阿拉耶诗当中的 已做第一业 引合安稳住 那么这个菩萨就思维 这个业已经造了 那这怎么办 在你成佛之前 它就是个电磁炸弹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去刺激它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 辟开这个业 其实业没有成熟之前 它是可以辟开的 如果你不认为说 你阿拉耶诗当中有第一的业 那当然你就不怕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有第一的业 而这个业产生 表现出来的时候 是刀山游过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这件事情很重要 赶快处理的话 我建议你到极乐世界去 至少它以后 你再回来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上岸道去 你就不用为这个担忧 这是一个思考方式 第二个 如张师姐的故事 那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烧纸钱吗 重点不是烧不烧 其实它的 我看那故事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烧 但是你不要讲那么大声 你讲那么大声 那大家都听到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低调一点 当然这鬼王不高兴 就是说你今天讲的话是真的 我们讲真善美 你有时候要稍微含蓄一点 讲真话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 要带一点善 带一点美 第三个问题 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有何差别 这个问题有很多佛学院都就误我 说是这个院里面 什么佛中天人 佛中菩萨 佛中声闻 我看过所有的注解 不管是古代的祖师 现代的大法师注解 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解释过 好像这个文字没有的不存在一样 后来我去找卫大师的弥陀要求 我找到答案 答案是 这些不重要 因为你到极乐世界 你的果报体不是你的功德 是阿弥陀佛给你的 他在不管你的过去 你懂这事吗 你今天为什么有五种神通 如果这个神通是你的内心所变现 那你的地位就有关系了 你是大约往生的 你是出地菩萨 那就 诸位要知道 我们看到整个东西都是仰仗佛力 你到极乐世界去 你是仰仗弥陀四十八院的家实力 你是活在弥陀的法身的功德 极重身心头大绝海 所以你是 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 他不问你的过去 他只问现在跟未来 他完全不问过去 他从来不问说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不问你 禅宗很重是过去 不过他的过去是五十的过去 不过我一大师也说了 他说极乐世界虽然都是受用极乐世界 佛菩萨的阿弥陀佛的本院功德 他也有三十二相 还是有点不同 出帝菩萨的三十二相 跟凡夫的三十二相 也有不同 但大方向相同 你有五种神通 他也有五种神通 还是有所不同 所以你要了解极乐世界 这些义正庄严 你要掌握总相别相 就是说这个房间里面有十盏灯光 这个灯光虽然护寒护射 但是也各个又是有他的字体 虽然各个字体 灯光又护寒护射 这个就是你能够了解极乐世界的总相别相 但是不管总相别相 都是生长在弥陀的本院功德当中 没有一个例外 这个叫做他利门国异教 好 我们还有一堂课 就把它讲完 好 下下文长 附在了日 回下 请不吝点赞